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惜 楚白王不知道远交进攻 秦国也不可能与楚国成为朋友 曲元作为楚国的大夫 一直都知道楚国的敌人正是秦国 无奈 楚王昏庸 小人当等 唯独曲元一人清廉高解 被放逐也是情有可原 曲元放逐后 作离骚一首政治书情诗 表达自己被贬的苦闷与矛盾 以及对楚王的不满和批判 更加为楚白王所负喜的 但楚王也只是把曲元赶出权力中心 来个眼不见为敬 后来 秦国一再使诈 秦怀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秦国骗到五官 落了咸阳郁郁而中的局面 公元前278年 秦国吞并了楚国的京乡之地 曲元德之后 探讨楚国已无翻身的机会 他彻底的失望了 在农历五月五日投蜜罗江自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